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些狗呢,它都是流浪狗 我每天嘛,都来喂喂它嘛,看看 现在有好几个已经出去去找石去了 我现在呢,回家去给它做点饭 然后来喂喂它嘛 这些小狗吧,每天都得喂 要是一千不喂的话,它们该冻死了 现在出发 又跑过来一个 看我这马上车了,又来一个 来个大老黑 这边还有个小白 走吧,出发 这个是第二批流浪狗 这些流浪狗呢,这是小老虎 它们就在我妈家边上 我妈每天嘛,做饭的时候 就连它们那一起就都喂了 一般我喂狗吧,就喂两批 我妈有些时候,我来的时候 它没喂它嘛,然后我就喂 今天就喂两批了 这是小老虎那么一批 完了一会儿再上干潭那个地方 再喂那一批去 现在去买东西 我到上店了 忙师傅 我要买点饼 有吗? 有 我给你求去啊 那个求五袋 五袋 那些流浪狗越吃饼 来五袋 你用多少钱?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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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饼买完了 那个肉啥的 我妈她买了 然后回家直接炖就行 买的鞭角料 那个肉是鞭角料 我现在已经到我妈家了 把这饼买回来了 肉都炖好了 大家看看我妈把这肉都炖好了 妈打开我看看 看看这一大锅肉 不要吊溜 我妈昨天买的哈 妈把这饼给它放里就行了 刚买的啊 一会儿是五袋饼 五袋啊 嗯 今天这个饼吧 那是这么喂 我 我刚才一次不是买了有五袋饼吗 买五袋饼吧 完了 那个 先喂 先喂第一批狗 就是我干的第一次拍视频那个狗哈 完了给他们喂四袋饼 然后呢 再加我妈炖的一锅肉 完了 小老虎他妈呢 是第二批 第二批呢 准备准备整一袋饼 完了 然后呢 嗯 为他三袋饼子 这个饼子是这个情况啊 前几天呢 有一个张先生 他买了一百块钱的饼子 完了那天呢 一百块钱饼子是五块钱一袋 一百块钱是二十袋饼子 正好煮了十五袋饼子 煮了十五袋饼子 以后呢 完了剩了你五袋 这五袋饼子以后吧 刚开始煮十五袋 就是怕太多了 完了给他留了有五袋 完了留五袋 昨天呢 我妈喂小老虎他妈又喂了你两袋 完了还剩三袋 这三袋呢 正好今天是一袋饼 完了三袋咬了 给小老虎他妈 啊 今天分两批去做 妈 你小心点手啊 嗯 现在外面太冷了 先做第一批 嗯 第一批的狗食呢 已经做好了啊 我现在去喂他家 然后呢 要我妈 那个把那个饺子给煮上 我一会回来求第二批 我现在按喇叭他们全来 看看这个狗看我看我回 看我过来了他也跑过来了 呃 呃 过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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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狗这个东西吧 只要热一点儿 他也不吃 所以说都晾凉了 给拿过来 呃 呃 呃 我这快点去喂喂那些那些小狗 来 我来的话我就我就偷都过来 我要不偷都过来 一会儿 来 完了 他又跟我过来了 呃 啊 这么也行 让这小狗吃点吧 呃 还有还有还有好几个小狗 估计可能上前面去找吃的去了哈 因为他们白钱妈都去找吃的 有些时候我来了以后他们就错开了 时间就错开了 等他们吃完了以后我就喂小老虎去 现在呢来喂第二批这个流浪狗 这是小老虎他们 我妈的狗屎已经都已经都给他们炖好了 嗯 给他捆住了分的也行 等这些小狗吃完了然后我就进屋了 我开始把昨天晚上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货给优走 这个呢是零植片 这个零植片呢 它是泡水煮水喝的 它是降水亚治疗失眠的 呃 这个呢是野生黄鳍 野生黄鳍呢是补漆补血的 它也是泡水煮水喝的 我妈都已经过上筛子了 干干净净的看看一个是一个的 呃这个呢是野生木耳 呃这个木耳啊 泡完了以后呢是非常肉头的 口感也是最好的 呃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大海呀你家这木耳咋一点碎的没有呢 因为我妈呀都过的有两面筛子 把那渣子末子碎的全过滤出去了 我让大家看看那个碎的啊 这个呢就是锅里出来碎这样 你看这全是碎的 然后呢这个都是好的 把好的给大家给悠走了 所以说这个木耳是一点碎的没有 呃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这野生木耳怎么吃啊 这个木耳啊抓 抓一把出来用水泡泡 你要是炒的吃呢直接放锅里炒就行 蒜的吃呢直接放锅里蒜 但是你凉拌的话必须得抄一下子啊 我我所谓的抄呢就是放锅里煮一下 就是泡完了以后再抄一下 然后再开始拌的吃 呃这个木耳挺好的 呃大家就是有想要我家乡 今天新野生木耳的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然后在店铺里面找野生木耳 呃还有这个零植片 还有这个黄旗全在店铺里啊 然后大家想要的上里面直接下单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呢每天都发货 呃我现在开始干活 把木耳零植片还有黄旗给它全包出来 给大家游走 呃这个是我昨前收上来的 到时候有客户要呢 然后我就卖给他了 这是一个石木的啊 外面都包姜了 这年头比较多了 这是一盒像张 大家看看哈 这个像张吗 这是一个套张 呃上面这个人头都是一样的 但是底下这个座不一样 你看这都是房子的 有山水的哈 这个座不一样 这一盒里面一共是四个 到时候我客户要呢 就卖给他了 啊这些呢 都是大新岩岭的鹿肉 都是今年的新鹿肉 这一袋呢是五斤 这个鹿肉呢炒的吃 烤的吃 蒜的吃 煲汤都可以啊 动的杠杠的 一会把这些鹿肉就全游走了 现在开始打包干活 下雪了外面 现在去快递啊 给大家发货 已经到快递了啊 马上给大家发货 晚上十一点 发完了以后 坐在后台 给大家带到船上了啊 现在开始干活了 现在开始干活了